白茫茫的一片 原本我们打算去森林精灵屋 还有一个吹上露天温泉 然后因为一路都是山路 所以我们决定选几个 比较城市中的景点走好了 有了昨天被暴风雪 卡在路中央的经验 我们决定还是不要往山里面走 往城市里面走好了 有一些景点就留着下一次再来吧 这种山区 现在路况是OK 能见度也OK 可是下午一两点说变天就变天 很难确定我们晚一点会不会再遇到风雪 我们这边本来要来一个救食之丘 它也是一个直线的道路 然后整个笔直的道路 往过去可以看到大雪山山脉的 但是那边好像路风起来又不能进去 那这边我们顺着路开过来 豁然开朗又看到另外一个美景 这里也是一整条路都直直的下去 旁边 下坡哦 我们在溜滑梯哦 车子在滑雪 整片景色也是很漂亮 这个又很像那种 不是有一个什么七星之树 还是父子之树的那个 那个地方 安全帅 旁边都不相通啊 这边来到美英塔 小小小的 小小的美英塔 这个塔可以看得到美英全景 然后这是一个免费的景点 有停车场很方便 有好多好多圣诞树 很漂亮 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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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圣诞树 走啦 我们上去美英塔看看 阿公的车在这圣诞树 有可能很难 我在露营 在露营 走 先上去 你带来没帮车没车呢 不用啊 有啦 他坐啦 他在车里头还没有车 有啦 我可能在车里头 这个美英的街道 他的建筑物真的都很复古 一个1928 一个1936 前面我就看不清楚了 1952 他的建筑物都很有特色哦 这个美英小镇 建筑物都很漂亮 我们在我们的饭店在前 右方 右前方这一栋是我们的饭店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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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英 街道上的房子 这个1941 这间1937 是卖拉面的 这是我们的饭店 今天住这间 一二层而已 不高 旁边是一个倒置翼 然后旁边有停车场 今天12月16号 我们入住美英 拉福尼尔这一间饭店 220跟221 这是亲子房哦 家庭房 他房间进去 中间有一扇门 是可以相通的 两间房可以相通 这是双床的房型 然后有一个窗户 中间有一扇 看这个门是可以关起来的 可以打开的 对可以这样子关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两人房 如果把它打开 就变成相通的四人房 然后它有窗户 看得到外面 这这栋饭店很简单 就是一二层 我们住在二楼 这边美英市的 普遍建筑物都不高 都一二层这样子而已 滑手机 今天从旭川过来美英很近 所以我们都走了一些小景点走完了 这个是浴室 小景点走完就没事 就早一点进来饭店了 因为山区有一些景点 十圣月那些我们不太敢进去了 因为怕又遇到大的风雪 外面现在也是飘着小雪 有火车欸 有啊 刚才不是在修理铁路 再轻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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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进去 再轻铁路 放松 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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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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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